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 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苹果对于开发自研晶片已减少对供应商依赖的策略非常坚定 继自研的A系列手机处理器晶片大获成功之后 2018年,苹果又开始迅速将英特尔CPU产品替换为自研的M系列处理器 现在苹果也在努力自研以替代高通和博通的产品线 苹果致力于开发自己的5G通讯、数据机晶片,人尽皆知 不过,目前苹果也在计划自研新型WiFi蓝牙晶片 移用在自家产品上,从而取代目前博通的供应商地位 据彭博社报道,苹果内部消息人员透露 苹果公司正立推在其电子装置中使用自主研发组件 包括在2025年放弃由博通供应的一个关键组件 这意味着博通未来将会失去苹果的订单 这对博通公司来说将会是一大打击 受此消息影响,博通股价一度下跌 另外,博通的研发费用近几年都在接近50亿美元左右 但是在占营收当中的占比却在持续下滑 2022财年已跌至14.8% 苹果是博通的第一大客户 上亿财年为其贡献了大约20%的收入 总额接近70亿美元 iPhone是苹果最重要的产品 在该公司的营收中占比过半 该公司还促进了博通的增长 后者在财报电话会议期间 将苹果称作是北美大客户 这家晶片公司为苹果供应 能够同时处理WiFi和蓝牙功能的综合组件 知情人士表示 苹果正在自主开发能取代这款晶片的产品 并有望从2025年开始在自家电子装置中使用 此外 该公司也已有规划设计出一款晶片 将5G数据机WiFi和蓝牙三种功能 合而为一的后续版本 不过为了谨慎起见 苹果将和M1晶片一样 先将自家设计晶片用在一项产品上 因此该款新晶片都可能先用在2024年 或2025年的其中一款iPhone上 以观察市场反应及产品表现 然后再陆续普及到其他产品 博通仍将为苹果供应包括射频晶片和 无线电充电晶片在内的其他组件 但苹果也一直在努力定制这些组件 博通执行长表示 他相信该公司会保持在苹果产业链的出角 他们相信自己拥有最好的技术 并能为客户创造价值 苹果没有理由在自己不是最擅长的领域 找其他东西 另外知情人士表示 作为此番调整的一部分 苹果还准备在2024年底或2025年初 推出自己的首款5G数据机晶片 从而代替高通的晶片 高通多年以来一直警告称 苹果对该公司的依赖将会降低 苹果最早于2018年左右 开始开发自己的数据机 并在靠近高通总部开设办事处 为了加快进度 该公司还在2019年赤资10亿美元 收购了英特尔的数据机部门 并在无线技术开发的关键地区 开设了更多办事处 在放弃高通数据机的问题上 苹果的计划是最初在一款 新电子装置上使用自主设计的组件 比如高阶iPhone机型 此后再逐渐放弃高通产品 预计需要三年左右 该公司在之前 也曾采用过类似的过渡措施 但这一计划目前并不顺利 苹果最初计划 今年开始使用自主研发的数据机 但却面临过热 电池续航和认证等问题 iPhone目前要兼容全球 有于175个国家地区的100多家通讯语营商 所以测试过程势必冗长而繁琐 天锋证券分析师顾明基此前就表示 苹果自研的5G数据机晶片可能已经遭遇挫折 因此高通仍是2023下半年新iPhone 5G数据机晶片的独家供应商 不过顾明基也表示 相信苹果会继续开发5G数据机晶片 但它没有给出时间表 5G数据机可以帮助iPhone处理通话 并在没有WiFi的情况下上网 因而对多数人而言 这都是该电子装置最关键的组成部分 如果苹果的晶片不及高通 就可能令该公司的旗舰产品处于明显劣势 这一漫长过度还有可能令苹果处于微妙的境地 该公司在旗下多款电子装置中 替换高通晶片的过程中 仍要继续与之维持几年的供应关系 尽管苹果自研数据机5G晶片的决心也全面显现 不过由于自研数据机晶片面临着较高的技术难度 和专利壁垒 苹果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 另外苹果和高通因为授权和专利问题爆发过诉讼大战 直到2019年才达成和解 苹果当时认为为了让2020年的iPhone支援5G网络 休战很有必要 双方当时同意让高通继续为苹果供应 根据2020年2月的一份 由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公布文件显示 苹果至少在2024年前都需要购买高通的5G数据机 该文件当中提到 2020年6月1日到2021年5月31日 苹果将使用骁龙X55数据机 2021年6月1日到2022年5月31日使用骁龙X60 2022年6月1日到2024年5月31日使用骁龙X65或者骁龙X70 这也意味着苹果最快也要在2024年下半年才会大量采用自研的5G数据机晶片 从目前的讯息来看 预计2023年推出的4款iPhone15系列机型都将搭载高通骁龙X70数据机晶片 因此苹果自研5G晶片可能要2025年才会推出 资料显示 高通有近100亿美元的营收来自苹果 营收占比达22% 显然 如果苹果5G数据机晶片研发成功 并开始大量部署 也将对高通的业绩造成重大打击 苹果与博通的关系也很紧张 博通执行长向来都是一个棘手的谈判对象 在大流行引发的供应链中断时 他曾迫使一些客户签订了不可取消的订单 2020年 苹果宣布了一项持续到2023年中的计划安排 表示总共将支出150亿美元购买博通晶片 但尽管苹果是博通的最大客户 博通执行长对市场的承诺偶尔也会动摇 在2020年的协议之前 他表示博通可能剥离向苹果供应晶片的部门 金融服务公司A.B.Bernstein的一名分析师表示 苹果决定逐步淘汰WiFi和蓝牙晶片 可能会使博通的收入减少约10亿至15亿美元 不过他补充说 博通的射频RF晶片的设计和制造都很复杂 短期内不太可能被取代 尽管WiFi和蓝牙晶片则是较新的项目 花费时间也更长 但苹果之前已经开发了一些无线晶片 包括AirPods中使用的H2处理器和Apple Watch中的W3晶片 以苹果目前运用在AirPods系列的H系列晶片和Apple Watch系列上的W系列晶片的成果来看 苹果在无线晶片的研发上已累积一定实力 不过要完全取代博通和高通 预计还需要5至8年以上的时间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谢谢